当父母都发病的时候 其实子女不论男女 有人会得病 有人不会得病 好 那这样看起来代表什么 它是什么疾病 这样子 我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是信念遗传 若是显性 我写在这 若是显性 叫做男生会跨代决定女生 就是爸爸得病 女儿一定发病 儿子发病 妈妈就一定发病 这是信念遗传显性 但如果是信念遗传隐性的话 就会颠倒 叫做女生跨代决定男生 妈妈发病 儿子必发病 那女儿发病 爸爸必发病 好 有这样的关系 这样 我们来看题目 它说如果父母都发病的时候 好 若是父母发病 爸爸若发病 如果是信念遗传 如果是显性 就是爸爸发病 女儿一定要发病 可是他却说 不论男女都可以发病 光是这句话 他的发病跟性别没有关系 就不会是信念遗传了 他就是体感射体遗传 因为如果是信念遗传 他的得病一定会跟性别很有关系 比如说父母接发病 而且是显性 那因为父母发病 爸爸发病了 妈妈发病了 如果是显性 他女儿一定要发病 但儿子不会 那如果是隐性呢 妈妈若发病 他的儿子一定要发病 但是女儿不会 可是他却不说 不论男女都可以有发病的机会 那就不是信念遗传 就是体感射体 那既然是体感射体 父母都发病 如果是小A小A好了 那应该只在全部发病 他却说有人会发 有人不发 可见他不是隐性疾病 他是显性疾病 所以会变成 当你大A小A成大A小A 这两个都发病了 他的子在中有人发病 这两个就发病 那有人不发病 好所以最有可能是体感射体 显性疾病 对不对 最答案是C 体感射体显性 他不会是性年遗传 是因为他说他的子在生病 跟性别无关 男女小孩都可以发病 那就不对了 性年遗传跟性别很有关系 跟性别连锁在一起的遗传 好这是第六题